大家好,歡迎又進來看加拿大國際學生雜誌的頻道 今天我們又請Phoebe來講解一下 不是,講述一下我們申請大學的時候 的經歷是怎樣的 UVC是要寫五條question 然後是每條一百字 你看得很清楚 類似的,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類似的 我記得要寫 show essay 然後說為什麼 有些題目是 講自己有什麼volunteering 好像有些題目是讓你回答的 或者做什麼volunteering 其實也很簡單 基本上 那你是純粹 你那時候是 交predictive grade 因為我知道我們是申請了很多 你是 應該跟我們正常申請都是上網 跟著同樣的process 但是你交的 交dsc 我那時候是 報了 報了UVC之後 跟學校說 說 我報了UVC 然後他們就幫我們交predictive grade 然後 到考完dsc之後 課門出了成績 也是學校幫我 我的印象就是 我apply去 香港的大學和這邊的大學 不一樣就是 就是這樣 加拿大是體重很多extracurricular 因為我記得中學那時候 由中一開始 他們要我們 填一個portfolio 就是每年這樣填 中一開始 對 好厲害 我們是沒有這回事 他給了一半很大的 一個很大的 folder 這樣就可以這樣 每年可以 這樣 還有e-portfolio 不知道怎樣 填你的課會活動 其實 除此以外 香港真的拿著讀書 我覺得有些 有些可惜 拿著讀書 外國是體重很多 外國是要 meet requirement 還有 他一定要做夠鐘 還有 因為這邊的分數 其實如果你申請大學 譬如你申請UBC U of T 其實大家的分數 都在徘徊 差不多 的90 左右 所以 變相 他們看分別 就是看你有什麼extracurricular 還有你怎樣去學 就是在這些extracurricular 裡面學 嗯 那你那時候 為什麼會選擇UBC 嗯 嗯 因為一開始是決定了 離開大陸學 選機 然後我就在想 UT還是UBC 但是 因為 其實我覺得兩間大學差不多 對 因為我真的有看每件事 看 那些人說 那些professor 有bellcurve 然後有resource 嘩你resource了很多 我想說 但是其實我最終覺得 老實說 是resource來講 這兩間都是這麼好的大學 老實說 所以 我覺得其實不是差很遠 嗯 最後呢 最後為什麼決定來UBC 因為我看到我的影片 在一個drone上面拍的了 然後是UBC的campus 我覺得很漂亮 我現在的朋友就是用一個drone 不停拍campus 在tiktok上 我就是覺得很漂亮 然後看到海 看到很多雪 哇這個是我理想的生活 有的 有的 有沒有遇到你的期望 有啊 真的有 這裡的campus 真的很漂亮 UBCcampus 真的我沒有見過一個這麼漂亮的campus 還有那些海灘 走 走下去很快 走幾步路 基本上 好 好多謝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 share 還有comment 告訴你 你有什麼其他問題想問我們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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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